我們接下來講的是六之三的部分 六之三跟六之四 零力構建,它就是結構分析狀場用的一種方法 用於簡化 簡化結構 承受的力為0 那我們來看幾個例題 這一題 你這些還要再看最終答案都要多少嗎 全部通通都要等於0 所以 F5的GZ 一定要等於多少 0 F5 因為它是0,所以就0 OK 好 解面法 它就是工程用來計算結構的各解面的受力 狀況 的一種方法 就這樣 解面法的應用範圍就是很廣 因為我們可以用來算它的面積 解面積啊這些什麼的 好 立體六之五 來 2400 等於FBC 然後3 這樣多少 等於800 油頓 然後 負的2400 等於 不對 2400等於 F的GZ FGZ 乘以3 FGZ 等於800 300 那等於 5分之3 等於 FGZ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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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等於500 好 這是65的部分 66 怎麼算呢 來 F的FCF Sine 45度 然後12米 加上 3KN 然後 8米 減掉 4的 4的 4.75 KN 4米 等於 0 F CF 等於 0.589 牛頓 好 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進入 進入最後一個part 好 我們要求出 F的EB 好 來 就這樣算 2 3000 3 30度 牛頓 減掉 1000 30度 牛頓 減掉 1000 牛頓 就這樣 對於 今天的 事情 還有什麼問題的 沒有問題 今天又要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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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